稍晚 来 我来 如果人人都像月月这样 大家又怎会反感明星蹭饭 好巧不巧 月云鹏和李斯丹妮去素人家蹭饭 正好遇到大家在包饺子 一听这话 他就卖不动饺子了 月云鹏还在未能吃到饺子 沾沾自喜时 男主人却因为来的人太多 有些担心 或许是害怕到手的饺子飞走 小月月赶紧发出邀请 我们可以跟您 留下一顿饭的回忆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请进去 进门之后 月月先是参观了对方的家 随后又再次确认 是否打扰到他们吃饭 没有打扰你们是吧 没有没有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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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过对方是真心 邀请他们吃饭后 月月两人才敢落座 并且这顿饺子 月云鹏也没想着白吃 看到阿姨在厨房忙活 她也跑去帮着一起包 看到小朋友吃得满嘴都是 月月也没嫌弃 而是拿起纸巾来给宝宝擦嘴 等到饺子包得差不多了 她又去厨房张罗煮饺子 一整套流程下来 小月月的身上 已经变得脏兮兮 哥 你刚才掉面缸里起来啥子 嗯 还抱着饺子 想到我干活了 干啥 特别不值 感觉这家四口都没弄 就你弄 看得出来 月云鹏是真卖 在另一档节目中 月云鹏有幸当了一次捏脚师 看到有阿姨来照顾生意 月云鹏赶紧热情招待 阿姨您的任务就是享受 就是开心 享受啊 啥也不用干 您认识他是谁吗 谁啊 这位呢 或许是担心 面对镜头和这么多人 阿姨会觉得不好意思 月云鹏活跃气氛的同时 手上捏脚的动作 始终没停下 察觉到阿姨在按摩时 叔叔不见了 月月赶紧请来叔叔一起聊天 听说对方想听五环 月云鹏丝毫没犹豫地开场 她可爱唱五环 阿无环 你比四皇多一环 阿无环 你比六环 我害羞了 我害羞了 我第一回捏着脚唱这一本 三十年以后不红就这样 不愧是月月组合 随时随地都能抖包袱 叔叔阿姨这次体验 也算超值了 回想那与众多明星 月云鹏怕是少见的 能屈能伸的一个 为什么他的吸粉能力比别人强 十有八九就是因为 他肯放下身段吧 我准备了六天 没日没夜的背稿 月云鹏完全不按词说 我真戒不住 我真的 我看体制戏 我都找不到王德基 这一刻终于能体会到 孙岳有多难 熟悉德云社的人都知道 娱乐圈有不少明星 都想跟德云社搭档说一段相声 难得贾乃亮不仅拿到了机会 还能跟月云鹏在春晚上有合作 只不过贾乃亮却忽略了 德云社的演员 从来都讲究现挂 让他们按台词说 想都不要想 贾乃亮好不容易记住的台词 上台没说几句 就被月月连说三句的老歌香 瞬间打乱了节奏 咱俩谁也别争 你唱新歌 我唱 你唱老歌 我唱 你再说一遍 体制戏 字大一些 看得出来 小月月多少有点故意 一句话乱节奏 贾乃亮肉眼可见的不知所措 作为资深老演员 月云鹏非但没帮他找步 反而带头笑不停 赶在春晚的舞台上临时杂挂 这或许也是 观众们愿意为月云鹏买单的原因 只是委屈了第一次登台的贾乃亮 就说 惹谁都别惹说相声的 偏偏就有明星不相信 不仅好心去给老国捧场 结果儿子差点成了别人的 跟你拍张照片就吓死了 来 走呀 别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啦 别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啦 战便宜这事 一定少不了德云社 尤其是女明星 像杨幂这种伶牙俐齿的 都不是对手 他们都知道我跟老郭关系 真的非常好私底下 这事能说吗 能说 能说 什么都能说 都能说 都说了 说吧 跟他们俩搭档好 还是跟余圈搭档好 跟余圈是为了挣钱吃饭 挣完钱是为了跟他们吃饭 果然谁也猜不到 老郭这张嘴 下一秒能说出什么来 难怪朱亚文都说 不敢跟说相声的斗嘴 最关键的是 李雪芹这个驰骋脱口秀 沙场的横角 也被孙岳带的 逐渐开始 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 在脱口秀里啊 一个人说叫单口 两个人说叫对口 我们脱口秀呢 讲究的是说学动唱 你看这不还是像的吗 不是你 你给我整口片了 你给我整这两个玩了 大辈嘴不饶人 小辈也好不到乃去 曾经让大家想众仇 打一顿的张大大 遇到老郭徒孙上小局 差点被逼哭 我非要阅云鹏不可 就我这个咖位配你已经很富裕了 我不可能 必须得阅云鹏 就是他不来不行 不行 你不要撒娇 你撒娇的样子挺恶心 你耍大牌啊你 什么玩意儿 耍大牌 我耍大牌耍得过您呢 这下总在相信了吧 说相声的哪有什么好人 这一刻郭德纲看到了阅云鹏的影子 眼前这位让郭老师都十分尊敬的老先生 就是相声前辈黄孟如 一向低调的老先生 这次出山就是为了陪徒弟参加比赛 仔细听演员李振威的经历 其实和岳云鹏有几分相似 黄孟如先生是在一个小茶馆里 发现了李振威 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 当时黄先生觉得他条件不错 这才决定收他为徒 因为他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 他父亲早就没有了 我既是他的师父又是他的父亲 为了证明师父没有选错人 拜师之后的李振威 真是一刻都不敢松懈 他从学相声开始 我没看过他玩过游戏 他不会抽烟不会喝酒 到现在也不找女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李振威和岳云鹏一样 都懂得知恩图报 并且自打师父上台后 李振威眼里的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而师父这些年对他的付出 他也都铭记于心 其实我并不想哭 就是哎呀 我就觉得我师父能在那么小个地方 开这么一个园子 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 根本没有去出国相声的人 有一个梦想坚持的人 我真的特别谢谢我师父师娘 听到这段话 注意看台下郭老师脸上的表情 轻微的几下点头 或许也让他回忆起了 当初小月月拜师时的场景 而且那会儿也没什么眼力见 招火台的同事们反感 就会有人上我身上高装 说给他孩子弄走吧 开除吧 一个说我说我没有心里去 俩说也没有心里去 很多人都说 说给他孩子弄走吧 都会有人烦我 我师父就开了个会 说这样我让他扫一辈子地呀 我也不想让他走 岳云鹏虽然不聪明 至少本性不坏 那时的郭德纲经历过徒弟的背叛 外界的打压 他最清楚人品 才是德云社最需要的 岳云鹏也因此 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和李正威不同的是 岳云鹏是幸运的 在师父的帮助下 他的付出和努力 很快就见到了结果 现在来看 郭德纲看人的眼光没有错 当初为了岳云鹏 顶撞所有人的做法也值得 有一点老郭不必担心 那就是小月月一定不会背叛师们 仔细想想黄梦如先生的经历 何尝不是这些年 郭德纲在做的事情